歌迷就是最佳的人版 為何我們不參加這個鬥大聲比賽呢 那一定會穿 穿? 我說的是大氣塵 好 我提議這1234項偶像 如果多開幾次歌迷會 一定要去做這個聽覺測驗 及早治療一下好些 不過其實他們這麼吵 怎麼聽到偶像唱歌呢 好 各位Beyond的帥哥們 你們今天就是大日子 重整歌迷會 但是為何要用重整呢 是不是嫌棄以前的歌迷不好 雖然他們反應很大 小時候說他們不好 我們不是覺得歌迷不好 而是我們覺得我們不好 應該說我們一直以來 搞那個Fan Club 都不是太過完善 希望在今天開始呢 可以重整 令到Fan Club更加完善 令到一些歌迷對我們的接觸 可以更加可以溝通更好 那你們這個計劃裡面 是怎樣重整 大日子不用申請人 有什麼特別資格呀 當然要啦 女的呢 就漂亮啦 起碼好像盧敏兒那麼漂亮 你們漂亮不漂亮呀 一講的女仔呢 阿榮呢就興奮很多了 聽說你們這部真戲 還是認真找些美女來 是不是呀 那這裡的人夠不夠資格呀 當然夠 當然夠啦 你們有沒有去認真 你又不是認真 你就夠沙特啦 我免得被他們打死呀 另外呢 那你們呢 那麼多歌迷那麼疼你們 你們對他們有什麼期望呀 有什麼期望呀 其實就是 一直這樣之前 我們已經很夠了 我覺得 沒有什麼 要他們有什麼特別要求 我希望他們乖一點啦 守一點秩序啦 譬如 我們出任何地方 就是我們練歌的地方 就是不要再出 就是再來咯 因為我們不怕煩 人家也怕煩咯 就是這樣 那你們會不會聽Beyond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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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答應了Beyond 你們會聽他們說是不是 是 永遠支持Beyond 是 那我恭喜你們四個美女 有這麼多美女支持 是